长份忧心 二十四孝之十六 朝代南北朝 孝子雨前楼 来人 老爷 你 我没事 你去把夫人叫来 老爷 你这是怎么了 夫人不用惊慌 我没事 老爷都什么情况了 还说没事 来人 快去叫医生 慢 我没事 不用叫医生了 你先出去吧 夫人 我确实没事 可能是父母出了什么意外 我要马上回去 可是这泻牙的事情怎么办 我辞去官职 回去探望父母 老爷 你才上任不到十天 就要辞去官职 你不用再说了 我已经决定了 明天就启程回家 老二 你爹的 娘 爹没事的 您不要太担心了 老夫 老夫也无法准确地判断病情 那我爹 还有救吗 老夫也不能确定 不过 有一个方法 可以来检查病情的轻重 什么方法 什么方法 只要尝尝 只要尝尝它的大便的味道 就知道了 如果大便的味道是苦的 那便是好一种 如果是甜的 可能就不好了 这 这算什么方法 使不得 使不得呀 老二 别听他胡说 把他赶出去 只要尝尝它的大便的味道 就知道了 不 为什么 为什么是甜的 北极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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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保佑我爹 不要让他因病痛而死去 如果真的需要一人来死 请把我的命拿去吧 我愿意 用自己的生命 来换取我爹的健康 孝顺 就是对父母的教训要接受 对父母的心意要体贴 对父母的健康要留意 对父母的事业要协助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